第三十三体若齿楼高约八十公尺 当石块落下时记录其高度 则下表示记录何者较为合理 前面已经知道 他在做等加速度运动往下掉 所以他会越掉越快 也就是在相同的时间之内 他落下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所以像丙这个记录就不合理 因为他第一个时间落了三十五公尺 然后呢落了二十五公尺 然后只落十五公尺 最后落了五公尺 这表示我们越掉的走走的距离越小 这个是不合理的 不对的 像丁也不合理 这边呢落下十公尺 这里也落下十公尺 突然之间呢就会变成三十公尺 最后还是三十公尺 这也是不合理的 而只有我们的甲是合理的 我们的这一段落了五公尺 然后呢我们落了十五公尺 然后呢我们落了二十五公尺 最后我们落了三十五公尺 他的同样时间所下落距离越来越长 这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等加速度运动 这样的叙述是合理的 所以第三三题问我们说 则下表之记录何者较为合理 我们答案选择是A 讲